鼎子,首先問大家兩個問題 第一個,當你最喜歡的經文是這一節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年紀大了,你知道哪一節的經文呢? 可能是因為禮比一慶祝了64歲的生日 現在最喜歡的經文是詩篇103篇第五節 它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之足,以致你餘嬰返老還童 第二個問題,當你開始看一部電視劇 你就知道你因為疫情的緣故,你困了家已經太久了 你知道哪一部電視劇嗎? 大祥金,最近師母竟然重看這一部很有經典的韓劇 其實第一部打入國際市場的韓劇 我想它真的困在家裡太久了 所以,節目們其實是兩個重要的功課 第一個功課是在轉變中懂得調整 第二個功課就是充滿充分利用情況,保持正面的態度 甚至在苦中可以作落 上個星期,上個月我以為疫情已經很轉 甚至有某程度的受控 所以就剪了頭髮 但疫情竟然是再次飆升 這是我星期三在網上下載的圖片 記錄到加州最新的案例 一般都是降幾天,又升一個新高 可能是言過其甚,但全球面對史無前例的挑戰 最少對於我在這幾十年歲當中 從未遇到這麼厲害的病毒 為何美國的疫情還未受控 為何反而疫情會反彈 當然其中一個理由可能就是 這個病毒的生命力很強 這個散播能力也很高 另外我覺得解封的時間確實太早 我明白,其實作為加州州長和地方官員 其實他們都受到不同群體的壓力 所以未必是最適當的時間就是解封 而且美國人過於強調人權 相比自律能力比較差 而且還有很多人對這個疫情持了一個寬鬆的態度 亦都不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和身邊的家人 所以因為這個疫情,美國經濟嚴重受創 可能除了是速遞和研發疫苗的公司之外 每個行業和機構的存活都會面對很嚴峻的考驗 教會是一個有機的存活能力的組織 但亦都是一個有架構的組織 一般來說我們叫做機構 其實機構正常的營運是需要有收入和支出 但如果收入長期少於開支 這個機構很難繼續存活 其實已經有不少的公司 包括了油狗歷史的公司 以及不少的餐廳宣佈破產 停止營運 如果這個疫情繼續下去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教會 特別是一些比較大的教會 其實很難繼續維持下去 雖然這幾個月我們都有赤字 我們還可以支撐一段時間 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經濟其實只不過是教會整體的一部分而已 作為主義牧師 我關注的有很多東西 包括特殷節目的士氣 如果疫情繼續 我會恐怕我們會失去了群體的動力 失去了守望相助的精神 我亦都擔心人心會變得冷漠 對熟靈的事會變得懶惰 一個月之前我有感動要講 Case 6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看主義蘇對這七個教會的觀感 我希望明白 什麼是主義蘇所喜歡的 什麼是他不喜歡的 以至我們可以成為主眼中 看為正的教會 其實小牧師和我分別 之前在粵語堂和國語堂都講過這七個教會 但當我重新準備信息的時候 我都有新的領受和體會 所以邀請大家繼續為我祈禱 祈禱給我有亮光 有啟發 有體見 可以學到功課 作為藍本 重新建立 這個教會 上星期我向大家呼籲 當教會在八月二號重開的時候 不只是你自己回來 我意思不只是你自己回歸 或是你家人回歸 我都呼籲大家 將起初的愛帶回來 今天我們繼續從啟示錄的第二章 第八節到第十一節 看第二間教會 第二間教會在第八節說 你要寫信給士梅娜教會的使者 所以再請大家看這張地圖 看到士梅娜和以北索的距離 或者那個位置 士梅娜其實在士北索的以北35英里 這個城市 位於愛禽海 伊芝密爾灣東南國 士梅娜其實是一個希臘話的名稱 而土耳其話是叫Ismer Ismer 是現今土耳其第三大的城市 第二個最大的港口 是地中海地區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其實說到它是古老 但現在仍然存在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在啟示錄的七個教會的城市當中 其實只有士梅娜 今天仍然存在 正如我所說的 這是真是士梅娜獨特的地方 它可以在死灰和死直中 竟然可以又一次又一次重新建立起來 當然我們可以接受一個事實 今天的士梅娜 其實應該不可能好像約翰期間的士梅娜一樣 其實我們都知道 要有新的嗎? 就舊的 一定要首先要被拆毀 要有再生 一定要先有死亡 我就聯想到主耶蘇的一個故事 記載在約翰福音第十二章第24節的開始 它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一粒墨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愛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喪生命 在者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 就是保守生命到永生 其實其實都是這段個非常奇怪的經文 當然,我們都會來問 經文的重點是哪? 其實很明顯是說犧牲 也提到有死亡 但其實不僅僅說犧牲 是犧牲所帶來的果效 也不僅僅是死亡 而是因為死亡 而得到生命的延續 當然我會問,這個觀念可否應用在教會呢? 我相信是美娜教會很成功地 示範到這個觀念 首先解釋到是美娜的意思 中文當然是是美娜,而英文是Smyrna Smyrna的意思是Bitter,是苦的意思 為什麼會有這個名稱呢? 可以聽到這個中間 Myr 就知道是跟 抹藥 是有關係,是一種的香料 其實是 其中一個主要用到的 是為死者防腐 之用 Smyrna是盛產抹藥 所以你可以看到 Smyrna 其實從他們的香料 和他的名稱 和苦 和死 是 脫不出關係的 我們來看看這封信的內容 從第八節開始 他說 那首先的 末後的 死過又活的 說 我知道 你的患難 你的貧窮 你卻是 付足的 也知道那自稱為 猶太人所說的 毀謀話 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 乃是撒旦 一會的人 你將要受的苦 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 下在監侶 叫你們被施煉 你們必受患難 十日 你無要致死忠心 我就刺給你 那生命的 冠冕 聖靈向 宗教會所說的 凡有意的 就應當聽 得勝的 必不受 第二次 死的害 在這封信的開始 主耶穌有 這樣的一個自我描述 就是 那首先的 沒後的 死過又活的 其實 士美那教會 這個字述對於他們 很有意思 因為 他們 特別他們的群的會眾 經常 與死亡 擦身 而過 所以 主耶穌的字述 給他們很大的鼓勵 和很大的希望 使美那教會 雖然經常受壓迫 受 攻擊 好像 已經到過階段 不可以 繼續下去 不可以繼續生存 但是 主耶穌提醒他們 他說他自己是 死過 又活的 亦 提醒到 士美那 其實這間教會 或者 鼓勵給他們 其實他們都可以 從 死灰復燃 重新 振作 重新 有活力 士美那教會 就好像他們的 城市 的歷史一樣 多次 被 被毀 但是 多次 重新 建立 好像 擁有那種 我叫做 反彈力 有那種 很強烈的生命力 或是 應該是 再生的 能力 在 所以 從主耶穌對 士美那教會的自述 其實我體會到 教會 是否有生命力 視乎 我們的回眾 可不可以活出 主耶穌的生命 在不斷的 更新 當中 我們才可以 就好像 剛才的詩篇 103篇 我們才可以 如鷹 反腦 還童 為什麼 士美那教會 可以 做得到 其實我覺得 兩個 中文字 或者 應該是 三個中文字 或者是 兩個 英文字 英文就是 I know I know 在第九節 是兩次的出現 而 我知道 或者是 知道 亦都在 第九節的中文聖經 那種的翻譯出來 雖然是 只有兩三個字 但其實 極之寶貴 就是如此重要 I know 我知道 主耶穌劇 說給他們 他認識他們 他知道他們的 情況 知道他們的需要 知道他們的苦況 其實 今天 我們都需要 被知道 被認識 特別是 被 主耶穌 所認識 我曾經說過 有一首歌 我自己是 一首歌 詩歌 我自己是 又喜歡 但又 很不喜歡 這首歌我喜歡 是 暫未知全 最 珍貴的 角落 我喜歡這首歌 因為他有 這首歌的旋律 和節奏 但是 既然是 我寫一首詩歌 我不喜歡 這首歌的內容 因為 這首歌 沒有提到耶穌 沒有提到 還有任何 基督教的真理 只是說到 朋友 或者是 友情 你可以看到 這首歌 有情是最亮的星 我的生命從此 美麗 當然 這是 有困難的地方 但是 這首歌的副歌 最後兩句 他說 千萬人中 有個人 懂我 你有最珍貴的角落 我相信 這個就是我們很多人的渴求 可能不需要多 但最少有一個人 能夠 明白我 認識我 今天想跟大家說 主耶穌就是這個的朋友 所以難怪我們很多人 喜歡一首的詩歌 也說到主耶穌是我們的朋友 因為他 在這裡 告訴 士滿那教會的事者 他知道他的情況 他明白 他的感受 主耶穌不僅是知道他的情況 亦知道 其實這些情況 只是暫時 快要過去 所以其實 鼓勵他 要堅持下去 其實這句說話 都我們今天都需要聽 特別在這個之前 在這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 英國手上 尤吉爾 對全英國 說話的時候 他有句 這樣的語句 甚至來說 never give in never give in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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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nothing great or small a large or petty never give in except to convictions of honor and good sense 簡單的意思就是強調 就是說 我們不可以放棄 不可以放棄 或者甚至我會用 另一句 永不言敗 永不言敗 永不放棄 永不言敗 其實 我會明白為什麼 善美拿 會有這麼強烈的生命力 和反彈能力 雖然 經常遇到患難 但他們 明白到 也接受到 主耶穌給他們的鼓勵 就是 從不 放棄 他們就好像一個 打不死 有這樣的打不死 永不言敗的精神 就像這個 沙包 一樣 就算怎樣打也好 他都會反回原本的位置 那個地方 所以 我們確實 現在我們在 戰爭當中 不過 不是 血氣的 爭戰 但是 實際上 每一封信 其實都寫給 當地教會的 一個 使者 負責人 或者 牧師傳導人 其實 很明顯 我就會 理解到 我需要帶頭 做一個 不放棄 不言敗 打不死的 領袖 做一個 好的榜樣 好讓我們能夠在 困難的情境裡面 是渡過 難關 朱日蘇 再給 詩美娜的使者 有這樣的鼓勵 他說 你將要 受的苦 你不用怕 你無要 致死 忠心 再給最後一個鼓勵 我賜給你 生命的 冠冕 冠冕當然是完成了競技 而得到的 例如現今的獎盃 獎牌 這就是主日蘇 給他們鼓勵的 可以告訴他們 你已經在 終點 你快要完成了 你要堅持 到底 要成功的 衝過 終點 請問 市美娜教會 確實是一間經過 或是遇過 很多苦楚的教會 但其實我也知道 有苦 其實就會痛 或者起碼有苦的時候 很經常的 都會帶來 有 傷痛 大家會不會同意 雖然有苦就是有痛 在市美娜的 苦動中 其實我學到幾個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功課 第一,市美娜教會給我學到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第一個就是 苦而 不怒 苦而不怒 painful 這段時間不要震腳 大亂 我們仍然 就是這段時間 我們要持守 我們所相信的 市美娜教會 亦都給我 有一個 學習的 就是 我們叫做 苦而不劫 當然今天 我突然了解到這個字 未必是讀過劫字 讀過劫字 無論是 劫也好 劫也好 其實我的意思就是 painful but not numb 有時候我們遇到苦痛的情況之下 在一個長時間內 我們其實對這些事情麻木了 好像 完全有些事情我們已經 好像 tune out 已經覺得不想再 再聽、再講、再 會 理解到 我明白的 最近 有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有一段時候 我真的不想 會 看電視 悶想會聽到 有任何的 無論是 疫情也好 或者其他 在本地美國 或者其他 香港 或者是 中國 那些消息 我不想聽 因為 有時候 很難 是很難 在那種 忍受 的 裏面 有些問題 學習 是苦而 不劫 另外 是 苦而 不毒 苦而不毒 painful but not toxic 很多時候 我們遇到很多 一些問題 甚至 我們難處的時候 特別我們男人 很容易把這些 積在我們裏面 積在這些 垃圾 其實 成為了一種 毒素 會毒死 我們 所以 我們要懂得 我們要曉得 我們要把 適當的時間 把一些毒素 排除 或者更加 我們應該 盡早 當 雖然我們遇到的情況 我們懂得 跟別人分享 找別人跟我們一起 分擔 將這些 這樣的 困難 甚至 慢慢會積聚 可能成為毒素的東西 將它能夠 排出來 樹美娜教會 亦都是因為 主日蘇對他們的鼓勵的緣故 我讓我了解到他們是苦而不懼 痛苦 不怕 就不是因為 面對這個情況之後 以為不知道有什麼會發生 就開始對前路 有種恐懼 但是 士美娜教會 真是 給我一個 很好的 教導 就是 Don't be fearful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就像主日蘇這樣 不要害怕 這只是暫時的情況 所以今天 我都希望大家能夠 給一次鼓勵 士美娜教會 給我們的功課 是可以 苦而不懼 最後 就是 當然是士美娜的特點 就是 苦 而不死 我的意思當然是心死 不是 痛苦 但不死 不是心死 好像對於這些 很多已經 不僅是麻木 甚至 完全不感到有希望 什麼對於你 不會帶來任何影響 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生存 今天我們存在 其實 仍然 是一個 讓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 生存 因為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 我們對一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是有反應的 所以弟兄姊妹 士美娜教會 我覺得給了我這幾個 是很重要的功課 我們都要學習 就是 苦而不老 苦而不劫 苦而不讀 苦而不懼 苦而不死 不僅不死 而且我們要學習 士美娜教會 是 活潑的 充滿了活力 有戰鬥 能力 你留意到這封信 雖然是很短的一封信 當我們的主 詩道約翰寫了信 給士美娜教會這封信 你留意到 其實有兩個 很明顯的 對比 第一個是 窮 和富 那個對比 另外 生與死 那個 對比 很自然會想到的 特別是說到 貧窮的那一部分 會思想到 在 主耶穌 這個八福的時候 的一個教導 在馬達福音 我們一般 中文聖經的翻譯 虛心的人 有福了 因為天國 是他門的 路加福音那個是比較接近 那個的 意思 就是 貧窮的人 有福了 因為 神的國 是 你門的 其實 馬達福音的翻譯 應該就是 寧侶貧窮的人 有福了 是說到 其實強調到 是貧窮 的 情況 其實 讓我們看到 是有 屬靈的貧窮 還有 也有 所謂叫做 物質上的 那種貧窮 莫克火營 從 士美娜教會 裡面 他們是一間 在 資源 或者物質裡面 是貧窮的教會 但是 主要說給他們 他們是一間 在靈裡面 附足的 一間教會 當然我就會問 什麼是財富 什麼才是最大的財富 如果我看 士美娜這封信 強調到 窮 與富 生與死 對比的時候 很自然我會看到 最大的財富 莫過於生命 最大的財富 是莫過於生命 我會問 士美娜這間這樣的教會 有什麼 有什麼 是這麼吸引到別人的 有什麼會意志到一個劇 主耶蘇 給他們 其實是一個 Stamp of Approval 給他們 完全是 毫無的 紙責 毫無責備的 比他們 這麼高的 一個評語 我只會看回 士美娜 他的表現上 是一間 有生命力 有反彈力 有朝氣 有熱力 有活潑的 一間教會 我相信 亦都是今天 很多人 會 會被 這種的 一種的氣質 吸引到的 我覺得 很明顯的一件事 誰會喜歡去一間教會 死氣沉沉 但是士美娜教會 雖然它是 面對物質上的 困惑 但是 它是在靈裡的附足 因為它有生命力 它有活潑 它有朝氣 它在 主中 有它的生命力 所以 我會怎樣 描述到 士美娜 的教會 我會用 一個字 Resilient 即是有反彈力的教會 可能我們會問 什麼是resilience 或者看這個解釋 在英文 直接那個字的翻譯 那個解釋就是 Resilience and the ability to recover from or adjust easily to misfortune or change 然後加上一個評語 你倆說 Be like the bamboo Bend but do not break Resilience 彈性 或者恢復力 就是 很輕易地在改變 甚至是不幸當中 可以有恢復 和調整的那個能力 好像 足一樣 曲 而不折 屈 而不斷 所以今天 我也是呼籲大家 再一次 再一次呼籲大家 歸來拜 一方面 在 8月2日 翻譯教會 一起 敬拜我們的神 但另一方面 呼籲大家 都將你們的 活潑 和朝氣 都帶回來 所以如果上一次 我對 在這個 以佛所有教會的時候 我發出的呼籲 是 將你們的 起初的愛 帶回來 今天 我呼籲大家 將你的 朝氣 帶回來 讓我們低頭禱告 尊心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 給我們 其實是有你自己的生命 導致我能夠將這個生命力能夠活到出來 讓人看到 的確我們的主在我們 心裡面活著 讓我能夠 顯出你自己的榮明 再請求你自己的幫助 終於我們面對任何的情況 甚至現在 疫情的威脅 我們仍然是靠著主你自己 抱著一個 亦都因為你自己的緣故 我們有一種 打不死的精神 我們可以一種 在裡面仍然活出 朝氣 活潑 有勁 幫助我們 繼續與我們同在 源自你恥福 每個弟兄姐妹 感謝你 聽我的託告 鳳主日水美球 阿門 所以散黑的時候 請接受束束福 為我祝耶穌基督的恩惠 為我祝耶穌基督的恩惠 付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和交通 常與你民眾人同在 從今時直到永遠 阿門